各位好,我是綠色公民行動人的洪生號 我是一個環保團體 那我現在簡單的切入我今天其實想要在大家報告的轉欄 那我們其實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其實是一個跨海峽 所謂跨海峽就是台灣跟中國兩岸的一個供應鏈的一個環境上面的一個監督 當然大家現在知道說我們現在兩岸跨境的生產網絡其實成形 就是在北台灣然後大蘇州跟大通管地區 這其實是一個現在很重要的一個供應鏈或者是製造業的生產的網絡帶 但當然到過去環境運動裡面一直遇到一個非常大的困難就是所謂的污染轉移 舉一個例子來說,宜蘭把六星給趕走了 可是六星跑到了雲林 這件事情從魚蘭的角度來說是一個環境運動的勝利 可是從一個全台灣的角度來說 其實污染物恐怕並沒有減少 甚至污染物是增加的 所以這個污染的轉移其實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那當然現在台商其實過去很多東西在台灣的污染 但是現在跑到中國大陸污染 但是現在一個新的趨勢是這些可能污染性的台商 有可能透過過鮭魚返鄉的方式 他又要再回到台灣來 那這裡面會導致一個很大的一個狀況就是 兩個地方為了要爭取這些資本或這些企業要來投資 所以可能各自都開始把自己的管制標準向下競爭的這個趨勢 在環境上面其實也是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希望可以建立一個事情 是一個兩岸的合作 在環境建築上面的一個機制 那這裡面當然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是 我們現在找到了一個 跟一個中國大陸一個很重要的 誒,他的白型跑掉 一個NGO合作叫做IPE 就是說環境工作研究中心 那他們過去在中國大陸其實做了非常多的資料庫的 就是各個企業資料庫 環境表現跟污染行為的這個資料庫的建立 那我們希望其實可以透過 把這個跨就可能是台商的資本 或者是跨兩岸再移動的這個資本 可以把它挑出來 那這裡面其實我們當然就希望可以建立一個 資訊的平台跟資料庫 這裡面可能可以包括是企業基本資料 違規紀錄 然後或者是污染的即時監測紀錄 排放紀錄 特別是違規紀錄部分 我們可以導入在中國環境的環境 它在中國大陸環境的一些標準 那我們很希望它可以從各自的化解 過去在環境節目上各自的化解 變成是一個跨域的聯合的行動 那目前我們其實現在是 我們很希望透過這個社群的力量 有沒有可能 特別是針對一些企業的基本資料 或者是過去其實大家已經有爬樹 已經有累積的一些部分 我們可以先合作 因為第一階段我們可能想要針對的就是 這些鮭魚板鄉的這些企業 因為未來這些企業可能都會對台灣 我們整體的投資環境或產業環境 其實帶來很大的衝擊跟改變 那這是我們希望監督的部分 對不起 我比較不會控制時間 沒有三秒鐘 大致上是這樣子 控制得非常好 謝謝大家